習近平過去十年鞏固權力優先於經濟 中國經濟的元氣大不如前 外界對解封開放之後 中國經濟強勁復蘇的期望 恐怕都要成為泡影 拖累人民幣今年首度失守 七元人民幣對一美元的大關 而今年初 華爾街唱多中國市場的聲音 此起彼落 看好在第二季就會展開 報復性的復蘇 結果現在第二季都過了一半 依舊還是預政乏力 華爾街各大投行加速縮減 在中國的拓展計畫 甚至啟動了裁員開始撤退 途中的這一條線是香港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走勢 往上代表了美元升值 人民幣貶值 在中國週二公佈 四月份零售銷售等經濟的數據 全部不如預期之後 人民幣明顯走弱 離岸匯價今天盤中 扁破七的大關 是今年來頭一遭 對比今年初受到解封消息影響 寫下的高點六點七一三九 已經迴貶超過了四趴 顯示投資人對中國的經濟復蘇 越來越沒有信心 認清習近平只在乎個人的權利 把經濟放在第二位 華爾街的中國夢逐漸幻滅 花旗摩根大通以及美國銀行 截至去年底對中國的曝顯 比起二零二一年底都明顯的下降 顯示這些業者不再重壓中國 只有摩根史坦利的曝顯增加 但是幅度不大整體而言 這四家銀行對中國的曝顯去年 一共減少了十六趴 回顧過去數十年中國企業持續 湧向美國掛牌上市 為這些華爾街投行帶來豐厚的 股票承銷收入 像是二零二零 還有二零二一年 中國企業的海外股票 發行交易規模都超過了一千兩百億美元 但隨著習近平收緊了上市的規定 以及美國也對中國企業展開嚴格的審計 二零二二年中國企業的海外股權交易 瞬間暴減超過八成 截至昨天 那麼今年以來的交易金額 還不到一百億美元 全年的規模恐怕只會跟去年差不多